林兆斌先生在《大紀元時報》的專欄 《解碼新香港》 這週的題目是《關外建制派的關外隊》 關於新香港的地方行政問題 最近有兩大奇怪之處 第一 被DQ到體毛原夫的區議會 至今仍然前途未簽 由林鄭政府開始檢討區議會制度 到李家超政府目前仍未公佈結果 參考建制派早前提出的施政報告建議 可以推測到區議會的直選比例 將會下降至一半 甚至三分之一 下年11月底已經是區議會選舉投票日 李家超究竟在等什麼呢? 原因可能是跟押後23條立法一樣 以免刺激到國際社會 妨礙說好香港故事 第二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 近日終於公佈地區關外隊的詳情 政府將根據區議會452個選區 在各小區設立一隊關外隊 宣稱工作範圍如下 探訪有需要人士及贈送物資 協助處理突發及緊急事故 例如協助庇護、避寒、避暢中心的運作 以及為受事故影響的人 提供適當援助等 協助政府傳遞信息 並向政府報告市民的意見 這近乎是一個不用開區議會會議的區議員的工作 民政局今次提交到立法會的文件非常露骨 令我意想不到 我由2013年起擔任立法會議員的助理 在2020年至2021年擔任區議員 我從未閱讀過一份政府的政策文件 會如此坦白地交代 如何政治審查公閉撥款 文件列明關外隊團體 需外國外港 能支持和配合政府的領導等 團體需在服務建議書中 提供關外隊小隊的建議成員名單 成員需外國外港 和有地區服務經驗 團體可因應其經驗或對小區的了解 建議推行額外服務 如額外服務以政策宣傳和教育 或大型地區節慶活動為目標或主題 有關申請將獲得優先考慮 團體提供額外資源的能力 和計劃會是評審準則的一部分 上述4點清楚說明了民主派人士 不會入選關外隊 單比較籌錢的能力已經輸給建制團體 簡單來說 如果要成為關外隊 就必須要鬥外國 在建議書中列明關外隊小隊 包括落敗的建制派區議員 和藍絲名人 相信都會大大加分 而所謂的額外服務 明顯只配合港共和中共主旋律的活動 例如國家安全教育日 中共黨慶紀念日 江澤民道念活動等 如果你還開設YouTube頻道 每天在網上唱衰民主派 相信你難以申請失敗 有趣的是 政府要求關外隊 每隊有8至12人 但在兩年資助的協議期內 指向每隊資助大約80至120萬元 平均每月只得大約4萬多元 少於一個區議員辦事處的資助金額 所以政府聲稱鼓勵申請團體 透過贊助、捐贈或團體內部資源提供服務 這當然跟政府的財政狀況有關 陳茂波近日公開表示 2022、23財政年度 將會錄得高達1,000億元的赤字 遠高於今年初預算案所估算的563億元 當民主派已經難以再贏到立法會和區議會的議席 為何仍要宣揚地區藍絲呢? 除了向曾經支持李家超做特首的建制人士還債之外 我想不到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